首先呢 GK爸爸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很棒的募资计划 叫做抗疫 谁说我不能抗疫 这套融合了绘本故事 游戏互动卡 动手实验组 让我们可以用学习闯关的方式呢 认识了新冠肺炎 这套学习组带孩子 把这个疫情时代 变成最好的学习机会 透过找线索啊 实验器材的具体化 还让小朋友呢 不用使用3C 也能够跟主角一起破关解谜哦 教师认证地融入了108课纲 素养导向学习 快乐和学习不再只能二选一 透过这套学习组 可以让我们了解到 为什么要戴口罩 为什么不能去学校上学呢 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疫情时代 孩子们的每一个为什么呢 都是一个学习的契机 因此由这个青椒大共组的 绝遣团队 希望能够开发这套台湾的教材 让孩子知道世界的事 我们相信孩子不只有知的权利 更有行动的能力 走入绘本 跟着孩子一起起身抗议吧 欢迎大家赶快到资讯栏 去点击连结购买吧 Go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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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听故事了 有各种的故事 跟着GK爸爸一起听故事 快来听故事了 有各种的故事 跟着GK爸爸一起听故事 哈喽哈喽 欢迎收听GK爸爸原创故事绘本 我是GK爸爸 最近好像有的小朋友 已经陆续都回到学校去上课了 不知道收听节目的你 有回到学校去上课了吗 还是先继续停课在家呢 虽然疫情有稍微缓和一点了 不过还是记得要勤洗手 戴口罩哦 OK 那我们呢 马上来听今天的原创故事吧 故事开始 月光下湖面的光芒 映照出内心的模样 我们一起陪在你的身旁 月光下蒲公英游荡 故事中神奇的能量 我们一起快乐的歌唱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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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一个宁静夜晚的森林里 QQ族悠闲地坐在草地上 抬头看着夜晚的天空 天空上呢 雾满了各种的星星 还有又圆又可爱的月亮 高高挂着 QQ族啊 闭上眼睛发呆 嗯 微微的风 好舒服哦 啊 嗯 嗯 嗯 不小心 QQ族就这样睡着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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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静的天空 星星继续闪烁著 月亮发出了温暖的黄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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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Q族醒过来了 打个哈欠 嗯 嗯 嗯 睁开眼睛看着天空 嗯 嗯 嗯 好像哪里怪怪的 这个天空好像有什么不一样 嗯 嗯 哇嘞 嗯 月亮怎么不见了 天哪 嗯 嗯 天空上怎么没有月亮 嗯 这时候看到森林的某处 有一个闪烁的光一直亮着 亮着哦 QQ族好奇的走过去 一看 发现竟然是天上的月亮 竟然在草丛里面睡觉 哇 月亮 你怎么在这边睡觉啊 你不是应该在天上吗 这时候月亮张开了眼睛 看看了四周 很惊讶的说 咦 我怎么会在这边 奇怪了 嗯 你怎么是女生啊 我一直以为啊 月亮是男生耶 呵呵 其实我是女生啦 呃 为什么我会掉下来 在地面上啊 不知道啊 我刚刚睡醒啊 就发现你出现在树丛这边了 哦 天哪 一定是我不小心睡着 所以从天空上掉下来了啦 哦 原来是打瞌睡掉下来的啊 那又怎么帮你回到天空啊 上脑筋 我可能要去找魔法云 才能帮我回到天空上了 嗯 哇 竟然有魔法云耶 那要去哪里找啊 呃 我也不知道耶 你愿意帮我一起找吗 嗯 当然没问题啊 树人为快乐之本 你好 我叫做QQ猪 Q的Q的的那个QQ猪哦 QQ猪你好 叫我月亮姐姐就好了 于是月亮姐姐跟QQ猪呢 在森林里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 寻找魔法云 QQ猪啊 走着走着 看到了有一个白蓬蓬的东西 很开心的就走过去了 哦耶 我抓到了 你看 QQ猪用手一抓 哎呀 突然听到 妹妹 哎呀 哎呦喂啊 哦 好痛哦 妹妹 妹妹 礼貌 妹妹 乱抓人哦 原来这看起来 白蓬蓬的是绵羊的毛 不是魔法云 哈哈 QQ猪 你在搞笑哦 抱歉抱歉 我认错人了啦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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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看你哦 知错能改哦 我就原谅你吧 妹妹妹 哎呦喂 接着呢 QQ猪跟月亮姐姐 继续走着走着 来到了河边 月亮姐姐靠近河流 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很惊讶 哇 我没有这么近看过自己耶 以前都是在高高的地方看湖面 好神奇哦 呃 我也来看看 哇嘞 吓一跳 这水中肥嘟嘟的胖子 是我吗 哈哈 是啊 你很少照镜子看自己吗 很少啊 因为我又不想要面对 我不想要看见自己胖胖的模样 哎呀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你要有自信啊QQ猪 哇 月亮姐姐 你这样会害我越来越胖呢 咦 为什么啊 因为你的嘴好甜哦 我怕吃太多糖越来越肥 哈哈哈 QQ猪 你很搞笑耶 哎 突然间啊 看到一个大大的影子出现了 下一秒 咚一声 月亮姐姐 被一个大王子套住了 啊 救命啊 天啊天啊 月亮姐姐 原来是大野狼抓住了月亮姐姐 哈哈哈 竟然在这边啊 可以抓到月亮啊 我要赚翻了 哈哈哈 拜拜 眼看着大野狼啊 抓走了月亮姐姐 快速的就逃跑了 可恶 别跑 QQ猪 努力的从后面追上去了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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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野狼啊 背着月亮姐姐 脚步轻盈 跑得很快哦 眼看QQ猪啊 快要追不上去了 越跑越吃力 突然间 出现了一个声音 加油 加油 你可以的 加油 追上去 呵呵 難道这是我内心的声音吗 呵 在跟我猩猩喊话吗 呵呵 好 我要追上去 呵呵 QQ猪啊 被这个声音激励了 开始想象自己就像是在 东京参加奥运的选手 内心带着要 勇夺金牌的斗志 努力迈开脚步 一步比一步更加有力 又出现了一个声音 加油 加油 勇夺金牌 你可以的 加油 追上去 哇 这时候呢 QQ猪呢就像超级赛亚人一样 变身了 身上冒出的各种闪电 火花 轰隆隆隆隆 轰隆隆的 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把月亮姐姐当作比赛的金牌一样 一定要夺得 一定要救到 可恶 可恶 大野狼 别想逃跑啊 QQ猪啊 就像是火箭一样 冲上去 地上就冒出了火烟 马上呢就跑到大野狼的旁边 快点放开 月亮姐姐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哦 这时候呢 大野狼 竟然啊 把手上的月亮姐姐 大力的 往悬崖那边 丢过去 咻 那个悬崖很高哦 如果摔下去 就糟糕了 Q猪啊 赶快冲上去 要救月亮姐姐 可惜 好像还是来不及 眼看月亮姐姐 准备要掉下去悬崖了 天哪 月亮姐姐 突然之间 一阵大风吹起来了 闪着光芒 月亮姐姐 竟然变身成了 魔法月光战士 飞起来了 月亮姐姐身上啊 有五彩缤纷的缎带围绕着她 背后还有天使的翅膀 手上拿着月光魔杖 大野狼 你别想逃跑 看我的月光套所飞飞去 月亮姐姐甩动魔杖 一个金黄色的月光套所 随着五彩缤纷的光芒 往大野狼的方向飞过去了 发亮有绳子呢 把大野狼全身套住 无法动弹 突然间 噗通一声 大野狼变成了一只 超可爱的小狗 原来这个小狗啊 是被某一个坏女巫使用黑魔法 才会变成这个大野狼 哇 月亮姐姐 你怎么会变身啊 我这样 变身人 月光暂世 好神奇哦 我也不知道耶 突然间一个星星闪光飞到我身上 突然就变身了 突然间一个声音 你忘记我了吗 是谁 这个声音好熟悉哦 诶 这时候一个熟悉的音乐响起来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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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昏白 渐气 鬼天公 哪中 江湖 夜 青公 没错 就是我 夜星光 原来是小黑皮云林篇 延伸故事的那一集的 舞带系夜星光出场了 大家记得夜星光吗 如果还没有听过 赶快等一下去听那一集 小黑皮的云林篇延伸故事哦 刚刚是我用魔法水晶 救了月亮姐姐 让她变身成了月光战士 原来是这样啊 好厉害哦 谢谢你让我突然拥有魔法神力 救了自己 不客气啊 你们都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该不会我刚刚 变身成超级赛人 跑很快的时候 那也是你用魔法 帮我变身的吗 没错 没错 就是我 那个给你打气加油 要拿金牌的声音 就是我啦 哈 我还以为是我自己 内心的声音 在努力替我自己加油打气 加油打气呢 QQ主你想太多了 对了 月亮姐姐 你是不是在找魔法云 来 我这里有一朵借给你 哇 真是太感谢了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耶 救人为快乐之本啊 对吧 QQ主 没错 没错 帮助需要的人啊 内心也会感到温暖 也会感到快乐哦 于是月亮姐姐坐上了魔法云 慢慢的浮上天空了 跟QQ主还有夜星光挥手道别 拜拜 嗯 嗯 嗯 月亮姐姐 我会想你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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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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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什么 明天晚上 你又能抬头看到月亮了 又不是见不到她了 嗯 呵呵 对哦 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月亮哦 呵呵 哈哈哈哈 故事结束 感谢这一次月亮姐姐的客串演出哦 没错 就是小朋友 你们很熟悉的那一位 又又TV的月亮姐姐哦 她也有自己的Podcast节目哦 叫做微笑月亮 是月亮姐姐 跟一位剧团精灵 微笑姐姐合作的节目哦 她们的节目是 希望 让小朋友 可以边刷牙 边听故事 不但可以学英文 台语 还能增长知识哦 频道的内容 会有中英文的故事 里语分享 奇文趣事 陪伴你们刷牙的欢乐时光哦 很推荐小朋友刷牙的时候播放 微笑月亮这个节目来听哦 大家一定要去听哦 OK 那今天呢 GK爸爸要教大家的英文单字呢 就是 smile smile 就是微笑 s-m-i-l-e smile 小朋友 小朋友 你们今天微笑了吗 那接下来呢 又到了GK爸爸要跟大家打招呼的时间哦 首先呢 要跟有赞助Mr.Buzz的新朋友 佩欣 来自台北厚山匹 4岁的佩欣 哈喽哈喽 他说 谢谢GK爸爸要唱生日快乐歌给我听 我很喜欢听哦 我会爱护我的宝贝车车的 觉得QQ猪很好笑 佩欣晚上睡觉之前 会请爸爸当QQ猪 哇 佩欣 你会请你爸爸当QQ猪哦 然后紧紧抱着他说 QQ猪 哇 真棒耶 哇 辛苦爸爸了 也谢谢佩欣的收听哦 好哦 那我要特别唱生日快乐歌给你哦 感谢你们赞助我Mr.Buzz上面的方案哦 好 我要唱歌咯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PAYSING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佩欣 陆续也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加入了GK爸爸的故事王国 大家也应该收到了绘本 看的应该很开心吧 那最近呢 有加入一些新的成员哦 聖殿骑士李燕 哈喽 李燕 还有安安 哈喽哈喽 感谢你们支持与赞助哦 还有聖殿骑士千许 还有千祥 还有王帝凯 还有王浩恩 哇 感谢你们哦 你们都是圣殿骑士哦 感谢你们的支持哦 还有爱的士兵乔治 还有张根瑞 哈喽张根瑞 乔治 你们是爱的士兵哦 圣殿骑士 还有爱的士兵 感谢你们的支持哦 那大家想要当圣殿骑士 还是爱的士兵呢 还是皇家总司令呢 非常欢迎大家加入GK爸爸的故事王国 有绘本可以拿呢 还可以得到小贴纸 QQ珠的贴纸 还有我亲手画的手绘明信片 当然还有最特别的就是 专属属于赞助方案才可以听到的 故事王国的故事哦 这是只有赞助的小朋友才可以听到的哦 GK爸爸已经开始在写了哦 到时候非常精彩 大家一定要听哦 赞助方案就可以听到了哦 好 感谢大家的支持咯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跟大家打招呼咯 就投稿打招呼的小朋友 我首先呢 要跟这一位桃圆巴德 四岁的小馒头 小馒头哈喽哈喽 他说喜欢听我的故事 很爱我的防疫歌 每天都要听故事才会睡觉 谢谢 GK爸爸陪伴我们 爱你哦 GK爸爸 好 感谢哦 感谢小馒头哦 我也很爱你们哦 好 接下来呢 好 接下来呢 博翔哈喽 他说 好 吸收 没事不要随便乱跑 可能会有很多病毒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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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好好 原来是唱这首啊 对啊对啊 谢谢博翔 拜拜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先不要走 有可能等一下还会再cue到你 哦 这样啊 好啊 那我就继续留下来 欸 cue到我 我本来就是QQ朱啊 那個Q不是那个Q 哦 原来是不一样的字啊 好 GK爸爸 你继续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是来自台中 八岁的咪宝 还有四岁的瑞瑞 哈喽咪宝 哈喽瑞瑞 我们俩都好喜欢听 GK爸爸说故事 每集都有听过了 都在期待最新的一集哦 感谢你们哦 谢谢 接下来是来自高雄 名字怎么叫做1015 他另外一个投稿 也是叫做15 会不会是打错呢 怎么是数字呢 他说GK爸爸的故事 很好听哦 很可爱哦 好 感谢您哦 谢谢你哦 谢谢1015 高雄的15 接下来是来自台北 八岁的Paisley 哈喽哈喽 Paisley 他说每次睡觉啊 都要听我的故事和节目 不然会睡不着哦 他说要给我 一亿 一亿兆颗星哦 哇 这个超多零的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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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会唱了 哇 没首歌吗 要给我数不清的星星 哇 小P还画了两张图 要送GK爸爸 妈妈用脸书 有私讯给我了 哇 有有有 我有看到哦 超级可爱的哦 感谢小P哦 你是P 就是那个QQ猪 那个P耶 QQPig 那个P耶 哈喽 谢谢你咯 谢谢宇恩和小P哦 谢谢 接下来是来自 新北四岁的又欣 哈喽 哈喽又欣 又欣说 要给GK爸爸 一百颗星星 觉得GK爸爸 说故事很有趣 重复回放 好多次都听不腻耶 也是很喜欢 一闪一闪 QQ猪的歌 哦 一闪一闪 QQ猪 Q咧 Q咧 对对对 期待持续听见 GK爸爸的新故事哦 OK 感谢又欣咯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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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是来自 新店八岁的姐姐 黄以杰 还有七岁弟弟 黄瑞希 哈喽哈喽 以杰 哈喽哈喽 瑞希 他们说 故事很好听 一天到晚 听了一百次都OK 哇 一百次耶 谢谢GK爸爸 陪我们度过 写功课的快乐时光哦 哇 真的很感谢你们耶 谢谢哦 接下来是来自 台北四岁杨宝 三岁弟弟 哈喽杨宝 哈喽弟弟 我们喜欢 GK爸爸说故事 也喜欢QQ猪 谢谢 不怕输 才是赢家的故事 也好好笑 笑到弯腰 哇 杨宝 7月24号生日 哇 你跟GK爸爸 差两天耶 GK爸爸是 7月26号 希望GK爸爸 唱生日快乐歌 给我听哦 好 没问题 那QQ猪 你来唱 可是他说 要GK爸爸唱 哦 对哦 可是没关系啊 你就当作 也唱给我听啊 好吗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养宝 生日快乐 祝养宝 生日快乐 你刚刚是不是 有点走音啊 没有走音啊 只有走心 谁走心啊 没有啦 要杨宝 生日快乐哦 好 那接下来呢 是来自 细致6岁的 佩希 哈喽哈喽 佩希 她说 不怕输 才是赢家 超搞笑的 也好高兴 听到GK爸爸 跟我打招呼哦 让我一整天 都好兴奋 哇 感谢 谢谢佩希哦 那接下来是来自 台北9岁的 Milia Chen 思妮 哈喽哈喽 Milia Chen 哈喽 那接下来是来自 高雄6岁的 品睿 谢谢GK爸爸 讲故事给我听 唱歌很好听哦 每天都要听 要给你10万颗星 哇 谢谢品睿 接下来是来自 戏子 10岁的 大一 哈喽哈喽 大一 我的生日 希望你可以唱 生日快乐歌 哇 这是不是你自己 打字投稿的 好啊 感谢大一哦 那Q猪猪你要不要再唱 好好啊 可是我刚刚已经唱过了啦 大家都听腻了 好吧 那我唱哦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祝大一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哦 接下来是来自 澎湖耶 澎湖德星 八岁 哈喽哈喽 德星 哈喽 GK爸爸 我八岁了 很喜欢听你的故事哦 哇 感谢哦 你也是自己 打字投稿的吗 哇 谢谢你哦 接下来是来自 新北市 七月二十八号生日 四岁生日的 Cecilia Cecilia 哈喽 哈喽 每天下午起床啊 都可以跟妈妈听 GK爸爸的故事 一个小时 很谢谢 总是带给我们大家 这么多的故事 啊 感谢你咯 谢谢 Cecilia 接下来呢 是来自高雄六岁的 姐姐 Mia 还有五岁的妹妹 Miko 哈喽哈喽 Mia 哈喽哈喽 Miko 姐姐Mia要跟我说 每天都会指定 听GK爸爸的故事 谢谢GK爸爸 用很多的故事 让我们每天都防疫 开开心心 然后最喜欢QQ猪了 嘿 QQ猪 哈喽 谢谢 谢谢Mia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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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妹妹呢 要说 GK爸爸可以自己 编不一样的 小红帽故事吗 诶 有诶 我有编诶 小红帽的故事 我有哦 有诶 有诶 你记得 往前滑 往前滑 有说过 而且啊 那个小红帽 还会放屁哦 赶快去听 对 等一下赶快去听哦 我们最喜欢听你的声音了 爱你哦 啾咪 哇 谢谢 谢谢Miko 谢谢Miko 谢谢Mia 谢谢啦 下一位是来自宜兰 七岁的 HowHow Hello HowHow Hello 自从听到 GK爸爸讲故事之后呢 每一晚都要听 新的故事 才肯睡觉 再累 也要一定撑完 才会睡 哇 谢谢你哦 希望GK爸爸 有一天可以叫到我 哦 叫到你了 Hello HowHow 宜兰的 HowHow Hello HowHow Hello HowHow Hello 好 接下来是来自大西 七岁的 品杰 还有五岁的 陈恩 Hello Hello 品杰和陈恩 他说 GK爸爸 你好 品杰和陈恩 很喜欢听你的故事哦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一定要听 GK爸爸的故事 才会睡觉哦 哇 太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支持哦 请大家 也要记得去 推荐给你们的好朋友 或是 你们的亲戚 告诉他们 有小孩的 可以告诉他们 听GK爸爸的故事哦 一起来听 一起来讨论哦 这样子也很有趣哦 也一起学我的歌 一起唱哦 感谢你们的支持哦 谢谢 接下来是来自 竹北的 七岁半的 Sin and Anna Sin and Anna Hello 他们是双胞胎啊 哇 双胞胎姐弟耶 最近在家防疫期间 每天除了上网课之外呢 就是会无限的播放 GK爸爸 哇 我跟无限列车一样耶 无限播放耶 哇 无限列车 演出大哥 那一集 很好听耶 对啊 大家有去听了吗 等一下可以去听一下哦 故事和歌曲 反复听不腻 最喜欢 GK爸爸和Casey 有趣的对话 常常一起跟着大笑 Sin 想要点播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QQ出耶 又来了 这首点播率超高的 根本就是卡拉OK的 唱销排行榜嘛 热门 冠军单曲 对啊 那你等一下要唱哦 好啊 没问题 Ana呢 最喜欢笑笑歌 常常一起 一起啊 唱着心情就变得很好了 谢谢GK爸爸 这么用心制作 好听的故事和音乐哦 哇 真的很感谢你们哦 GK爸爸 比较特别的就是 我还有自己写歌 自己唱歌 对 还有自己画图 还要自己编故事 还要自己配音 还要自己剪接 还要自己上架节目 还要自己 跟大家宣传我的节目 哇 好忙哦 还有很多事情 真的超忙的 GK爸爸 你根本是超人嘛 就是很超 那个超老的超 好了好了 我要唱 一闪一闪亮晶晶 准备好了吗 好了 OK 准备好了吗 好 我准备好了 准备 好了 可以唱了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QQ主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QQ主 谢谢你们哦 谢谢咯 好 接下来是来自头粪的阮小贝 五岁 哈喽哈喽 阮小贝 他说很喜欢 GK爸爸说的故事 最近被山猪探探那一集 笑到不行哦 哇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是 妈妈是说 他在偶然的时候 在KKBOX上面呢 听 找节目来听 后来找到了我这个 GK爸爸的故事 节目 刚好有看到 绘本主题跟家里一样 就点进来了 所以孩子特别有共鸣 现在天天都在听 一试成主顾耶 哇 谢谢 GK爸爸为我们带来 欢乐时间 哇 太酷了 什么是 一试成主顾啊 就是 试了一次之后呢 就喜欢了 就很喜欢了 就是这个意思啊 一试 就试了一次呢 就变成主顾了 主要的客人了 就是那个意思 哦 这样子啊 谢谢大家 一试成主顾 对 没错 没错 好 那今天打招呼呢 就先到这边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哦 记得要多多给GK爸爸 推荐分享哦 告诉你的朋友 同学 老师 告诉他们啊 GK爸爸的节目 可以听看看 很有趣哦 有好听的故事呢 还有歌曲呢 还有有趣的QQ猪 对 没错 搭配的不错哦 还有有趣的QQ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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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有趣的Q勒Q勒Q勒Q带带 耶耶耶耶耶耶 好吃哦 好想要吃粉圆哦 哎 这么 这个时间 你要吃什么粉圆啊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是几点啊 你看你的时钟啊 我没有时钟啊 我的时钟 是我 在墙壁上 用笔画出来的 画了一个时钟 但是它都没有转耶 哦 怎么可以用笔 画在墙壁上啊 这样子 墙壁就脏掉了耶 对啊 千万不可以学哦 我画完之后 再发现 哎呀 糟糕 这样子 这个墙壁就脏掉了 要画在纸上才可以哦 哦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好 那今天呢 打招呼呢 就到这边了哦 哎 你怎么讲我的台词啊 应该要我讲啊 哦 对对对 来 QQ爸爸你说 哦 OK 感谢大家咯 那没有打到招呼的小朋友 可以慢慢的排队 慢慢的等哦 我都会打到招呼哦 因为数量真的很多哦 那如果想要优先打招呼呢 可以加入我的赞助方案 就可以优先咯 好啦 感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先打招呼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